来看台北股市今天是开高走低 在电子股带头下杀的情况下 最后大跌了163点 跌破了8900点的关卡 其中受到塑化剂风暴的影响 包括了生技和食品类股 已经连跌了好一阵子 电视墙一片绿油油 因为美股弱势 加上股王宏达店 被外资从优先买进名单中剔除 10号股市一开盘 从9042.35点 一路跌到8837.82点 下跌163.12点 成交量新台币一千一百一十八亿元 八大类股全部收黑 宏达店更是从开盘的一千两百五十元 掉到一千一百六十五元 跌停锁止大跌85点 分析师认为台股未来 还是要看欧美股市是否回稳 今天亚洲盘来看的话 其实跌幅并没有像台股这么的大 这个今天的日经指数 甚至还是收红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说国际盘后续来讲的话 能够慢慢稳住甚至反弹的话 我想台股独自大跌的可能性 其实不是很高 而最近塑化剂事件 重创食品生技等类股 不过分析师认为 食品等类股的全职不如电子股 对大盘的影响相当有限 学者指出 食品属于内需产业 占总体经济的比例不高 倒是刚刚萌芽的生技产业 可以借这次塑化剂的风暴 健全法规的修订 对未来的产业发展相当有利 生技产业在这种过程中间 因为这个教训的关系 所以他们对各种毒物的使用 或衍生出的毒物的效应 他们就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台股十号跌破九千点大关 也代表股东会行情宣告落空 法人普遍认为台股进入盘整格局 不过分析师指出 虽然欧洲再兴危机 美国经济复苏缓慢 都影响最近国际金融走势 但亚洲股市相对抗跌 日韩股市甚至逆势收红 建议投资人选择 银件 生技 钢铁等目前相对低点的 类股稳健布局 记者欢迎入庄志诚台北报道